2022萬金石馬拉松 將在3月20日開跑 拜上第20週年 新北市政府舉辦 萬金石20週年特展活動 現場除了有縮小版特色路段 今年商品展示拍照牆等 還特製立體跑道 讓山展民眾體驗萬金石波浪橋 互動感十足 今年的萬金石馬拉松賽事 我們特別以百譽產值 百家企業 百金飆倉 邁向我們下一個里程邊 希望能夠帶動運動經濟產業 也讓各家的企業能夠參與分享 讓運動成為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 萬金石馬拉松以精英賽規格辦理 為持續爭取更高等級 新北體育處透過中華民國 田徑協會的協助 同步以金標規格籌備賽事 為爭取百金標簽助準備 同時也號召企業夥伴共同加入 打造台灣播放的馬拉松賽事 森林跑帳創辦人蔡宜梅也和我們分享 萬金石比賽的準備方法 因為之前疫情的關係 還有氣候的關係 訓練量比較不足 在過了回程之後 有加上蜜蜂還有上坡的因素 所以後段的時候需要保留更多更多的體力 尤其在訓練不足的狀況下 那在後段的時候可能過了21K到30K 還是在保守到穩的狀況 那從30K後才是真正挑戰的開始 萬金石20週年特展活動 即日起至3月20日與新北市政府一樓大廳展出 邀請大家共同參與新北最大的運動盛會 更多活動燒心請鎖定 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粉絲團 森內新北報導